在之前我们在泰国为大家试驾的 HR-V RS 也就是这个 IM&D 的版本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 1.5 公升 VTEC Turbo 的引擎 这具引擎它的输出基本上跟 Series F1 一致 它的最大满力表现是 181PS 大概是 178 HP 左右 峰值率率 240 Nm 我相信未来买 HR-V 的朋友呢 应该会都是 focus 在这个 VTEC Turbo 版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在外观的细节部分 这个 HR-V 呢 其实如果你是买到这个 V 版本的话 它的这个整体的前脸设计 跟 RS 版本非常的类似 只是没有这个点状式的杜克材质 它还用的是 Piano Black 而不是我们在国外看到的那个横扎式的设计 然后这个头灯组的 LED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但是呢 这个流水式 Frequential 的方向灯呢 只有是 V 版本跟 RS 版本才有 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个流水灯的话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E 版本只是没有的 接下来呢 你可以看到前脸这边 它有这个非常大的 Honda Logo 但是仔细看的话 它是没有这个雷达 主动式雷达的 它是采用的这个 Camera 二合一的这个 Sensor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下缘 它其实跟 RS 版本有一个闪电的设计 但是它没有 RS 版本那么五彩兵分 它采用的只是一个镀刻材质 然后往下看的话 它还有这个 Piano Black 虽然讲在外观的运动化程度上面 它没有 RS 那么强 但是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的 而且这个灰色是新的颜色哦 HRV 1.5 Turbo V 它采用的轮圈是 225 50 R Spa 的配置 然后采用的是这个 Continental 的 UC6 不是 Pilot Sport 啦 Pilot Sport 可能 RS 才有 可以看到这个轮圈采用的是 这个有一点亮面的灰色 看起来整体非常的深邃 加上这个车身的颜色 我真的是有点爱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白色 白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接下来呢 V 版本其实还有导入了一个特别功能 叫做 VGI 也就是上一代 Honda HR-V RX 采用的这个功能 它的全吊经过特别的调校 加上特别的功能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呢 会比起 1.5 S 跟 1.5 E 更出色 但是可能还是输这个 RX 一点点 不过我相信一般日常使用的话 这个 Handring 已经非常足够了 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车位 在这个尾门部分呢 上一代 HR-V 很出名的 这个隐藏式门把 在这一代并没有被取消 还是在这边 所以开门的时候要找一下门把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在哪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尾灯设计 这个尾灯设计同样的 也是这个 3D LED 的设计 而且是连贯式的 跟国外版本是一样 而且我发现这个 跟国外一样是这个熏黑设计 所以当夜晚亮起的时候 这个尾灯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 而且你仔细看这边 这个 3D 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晚上的话真的是整条街最亮的灾 不过我相信这辆车很快就会满街都是 因为根据 Honda Malaysia 官方数据呢 开放预定两三个星期呢 这辆车的订单已经超过了两万张 非常的恐怖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尾箱 这个尾箱在 RS 版本有这个电动开启 但是在这个 V 版本是没有的 如果你买的是 RS 版本呢 它的电动开启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你带着钥匙你离开车辆之后 这个尾箱会自动关闭 可惜 V 版没有啦 然后它的这个尾箱空间 其实这个我在泰国的时候也有跟大家说过 就是因为它采用这个 类 Coupe 的设计风格呢 所以它的这一个 吃掉了一点空间 所以它的尾箱空间实际上是比上一代小一点点的 不过上一代的空间是真的很够力大 我相信这一代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是一个小家庭的话 两天一夜甚至是三天两夜的行李 可以搞定 然后打开这个上板 下面还有个备胎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如果是 RS 版本的话 因为它放置电池组的关系 所以它就没有备胎 关于平台的部分 原厂有表示 其实它采用的是上一代 HR-V 的平台 轴距还是同样的 2610mm 可是原厂在这个 Structure 上面进行了强化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跟安全性都会更出色 另外呢 他们也采用了跟 Honda City 同样的工艺 因此车辆的 MVH 表现会进步很多 然后在这边 我相信有些人会讲 这辆车在欧洲的 EUROC MCAT 难道私行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先进安全配备的关系 跟车身的 Structure 跟它的股价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 值得一提的是 HONDA Sensing 在马来西亚版本的 Honda HR-V 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就算你买到 1.5S 自然进去的版本 它也是有 Honda Sensing 而且它的 SEC 也是有 Stop and Go 接下来我们看内装 内装部分 它基本上跟我们在泰国试驾的版本一样 不过还是带大家来看一看 在这个驾驶座是有这个电动座以调整的 哇 这个很方便 然后 Stairling 也是新款的 Stairling 质感 手感都很不错 而且这个 Stairling 还支援这个前后 上下的调整 然后这边有引擎启动键 这边有这个数位化仪表的这个亮度控制键 然后没有错 它采用的是这个 7 寸的半数位化仪表 在左边是这个 7 寸荧幕 右边是传统的支针 然后还有这个触屏主机 很多人讲它是电视机 但是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主要的是这个设计其实还蛮好看的 尺寸是 8 寸 支援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然后还有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要 Connect 你的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的话 你的这个 USB Port 在这边 而不是在主机这边 这个我觉得就应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整体的设计风格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这个冷气的这个 调整风量的这个控制旋钮 然后冷气的出风格 还有这个置物空间 前面有两个 USB Port 这边还有一个很深的置物空间 下面还有个 12 伏的电源 然后这个是排挡杆 排挡杆的后方是有着两个自备架 而且很深 中央扶手也有很深的置物空间 然后这边就是驾驶模式切换 它有三个驾驶模式 分别是 Normal Sport 跟 Econ 然后接下来还有着一个电子手刹车 跟 Auto Hold 重点是它这是新加的一个功能 叫做这个 Hill Disson Control 陡坡缓降辅助 如果你是下斜坡的话 开启这个功能 它可以让你的车辆维持在一定的速度 慢慢的下去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座椅的设定 这个座椅的设定 嗯 跟 City 一样 我觉得不错 包覆性很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高是 181 然后我坐下去的话 基本上我的整个背部是有被 support 到的 而且这个头枕很舒服 你们觉得这辆车内装空间怎样 我个人还是蛮期待实际上路感受的 因为这边的灯光很漂亮 看起来质感是不错 可是在外面的灯光就会让它比较卸下一点点的美颜 不过这样子摸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大家可以去散视听看车一下 后座的空间跟泰国版一样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我在泰国的试驾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今天我们来讲点特别的东西 就是泰国有的东西 然后马来西亚可能没有的东西 一路说天窗 马来西亚是没有天窗的 不过我觉得也好啦 因为马来西亚的天气 这样子放天窗我自己是不是很喜欢啊 然后接下来HRV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它这个Ultra Seed 的设计 它这个Ultra Seed 真的是非常的灵活 非常的多变 你看它可以倒屏 然后如果讲你有需要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个椅子这样子折起来 然后给你放那种体积比较大的物品 例如讲你今天可能去买一点花盆啦 然后你去买花买草买树 然后可以搬进来直接放在这边 这一个真的是很出色的空间运用 原厂表示它有三种模式切换 你可以根据你不同的需求来切换这个座椅的设定 这个是目前在同级B-Segment SUV里面 没有人做得到的 然后还有一点是这一代有上一代没有的 就是这个冷气的出风口 冷气出风口上一代我没有记错是没有的啦 如果我有讲错的话 你们可以在应该的下方纠正我 然后下面还有一点点的置物空间 跟两个USB 不过我觉得啦 因为可能是这个Ultra Seat 的设计 所以导致了它中间的这个座椅 凸起比较明显一点点 如果坐在中间的话 舒适度可能会差一点点 不过呢它的座椅方面 每一个座椅的椅背呢 都有三个可调整式的头枕 这个对于安全性跟舒适性都有加分 最后一点就是在门板这边有自杯架 所以喝水的话可以放在这边 引擎的部分 马来西亚版本的HRV 有三种引擎可以选择 分别是1.5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1.5公升的Turbo Engine 还有1.5公升的REV混合动力引擎 我们先讲这个涡轮引擎啦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81PS 如果换算成HP大概是178左右 而峰值流率表现是240Nm 跟我国版本的HONDA Civic FE 非常的接近 马力表现比起印尼跟菲律宾版本的HRV Turbo 还要高 因为它们只有178PS 大概是174-175HP左右啦 所以理论上马来西亚的车款呢 在高速巡航的时候动力表现会更出色 如果说你对于这个动力表现没有太大需求的话 那么1.5X 的版本应该也很适合你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19HP 121PS 峰值流率表现145Nm 跟HONDA CITY 的引擎配置是一样的 根据国外媒体的测试呢 其实这个1.5自然进气版本的HRV 0-100加速表现大概是11秒多 对于一般的日常驾驶 8.0 A to B 或者去巴萨买一下菜 这个动力表现是非常足够的 那么你们喜欢哪一种动力配置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为这个HRV 1.5 V Turbo 版本做的新车介绍 你是不是很喜欢这辆车呢 如果喜欢的话 从即日起就可以到暂时停去看车了 所以快快去看车 因为现在订单真的很多 如果要买车的话可能要等的有一点点久啦 OK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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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